免費唱飲 人人都愛 但如果條件是要一次喝下 十二公升的飲料 你還願意挑戰嗎 在埃及有一家飲料店 為了吸引顧客上門 就舉辦了這樣的比賽 參加民眾如果挑戰成功 不但飲料免費 還能獲得一百埃及棒的獎金 雙手捧著超級巨大的玻璃杯 站在街頭的民眾 豪邁喝下冰涼爽口的甘蔗汁 在埃及北部的坦塔市 由一家成立於 1959年的飲料店 最近為了吸引顧客上門 舉辦喝甘蔗汁的大胃王比賽 民眾如果能成功挑戰一次 喝完十二公升的甘蔗汁 不但飲料免費 還能獲得一百埃及棒的獎金 但如果輸了 就得支付同等的費用 相出這個招數的是 飲料店新一代接班人 莫罕默德 擁有經濟碩士學位的他 在四年前推出這項比賽 讓飲料店的生意 因此熱絡起來 接下來他還打算推出 更高難度的團體賽 我們要推出一項比賽 每天都可以選擇 每天都可以選擇 甘蔗汁在埃及相當普及 賣甘蔗汁的小店家 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 埃及每年甘蔗的消耗量 為三百萬噸 但國內生產量只有約兩百萬噸 不足的部分全仰來進口